好了 那就回来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泽连斯基 他早之前就搞了一个 PressCon 就是新闻发布会 他很厉害 如果你有看 看到他演员的真身又回来 为什么这么说他演员的真身又回来呢 因为他的情绪是可以看回人民公博那样 其实他是这么激昂的 汪炉就说 TVB Caption 写 前家公和司机大白已经被落案控以老谋 家姑被控老房 魏民香港就说 司机怎么会不记得这么好的演员 一定要讲 就是 赞连斯基在发表评论的时候 当然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就是他描述 这个战争对他家人的影响 他家人就很少见他家人 他没有见他太太和子女 他就不能经常见到他 但是我很高兴有这个家庭 他当然是流眼泪 就是流到很厉害的 而且他的声音是震了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 令他们为扎连斯基感到骄傲 很感动的 如果有看的人就会很感动 我们封面那里也有看到他 就是查了白花油在眼那种神情 你说他真还是假 我就不敢说他真还是假的 他可能真的很少见他家人 每个人都有些真情的时候 大马sir说可以唱小凤姐的流下眼泪前 若你爱他 我胜传 我信爱情 亦信愿 你两记愉快 我祝福你的爱恋 日后发觉他心改变 我会再重现眼前 你我再 流下眼泪前 又相见 这个是大马sir 叫他做图的时候 他就打了这个歌词在这里 那 就是 扎连斯基 没得见家人他流眼泪 我都觉得他有真情的成份 当然 不只是他流眼泪 在乌克兰其他地方 都有纪念活动 当然是纪念二战以来 乌克兰 这片土地上 最血腥的一年 二战当然是残忍去年 就是过去一年 二战就残忍很多 但是 当然 俄军也炸了很多东西 炸了 就是 教堂 建筑物 那些 那些 俄军呢 听到的信息 就是我们 听到的 信息 就是没有炸到 犹太人 那些 犹太教的那些庙子 其实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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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卖《悲情超高演技》 不敢说他是情真还是假 他现在有个风格的 就是扎连斯基 其实他做形象是很棒的 因为他现在穿一件黑色运动衣 绿色迷彩褲 还有他的鬍巾 就是剃不尽 我们这些英文叫做五点钟阴影 就是鬍巾 因为你如果早上看完show 去到五点钟的时候 就会删出那些show 现在当然很多人都学他 都会留下show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有没有说会阻碍扎连斯基呢? 其实上年 去年的时候 现在一直都是说的 去年俄罗斯一去入侵乌克兰 当时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就在几乎那里找 捉他和阻碍他 就是这样 那他当时 这个扎连斯基做了些什么呢? 他就在一条街上自拍 全世界说话 他就证明 我没有离开乌克兰这个国家的 全世界都已经有很多人去采访 扎连斯基 这个新闻发布会 搞了三个多钟 那视频我没有看完 那我当然没有看完 因为真的太长了 听都很难听得完 因为他说乌克兰话 或者说俄文 因为他的乌语是俄文 扎连斯基 其实他是说俄语的犹太人 就是说俄语的犹太人 在乌克兰从来是一个特殊的地位 就是什么特殊地位呢? 他觉得 这个是乌克兰人觉得的地位 就是觉得 说俄语的犹太人 就是跟俄罗斯会有计划 之得利 跟西方也会有计划 就是为什么他会选得到呢? 其实这个身份也是有关的 就是觉得他可以两边舔 就不会打仗 搞得那么大事 就是最初的时候 那些人是这样想的 那... 那... 就是... 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都不关他自己的国民事 第一样 就是 恳求这个美国人 不要因为支持乌克兰人 而有争论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中国 不要帮俄罗斯 中国帮俄罗斯 就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 就是说真的 他这样说 有没有错呢? 其实他这样说 是没有错的 老实说 但是中国本身也没有说过要帮俄罗斯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那... 还有... 这个... 扎连斯基 当然... 就是一个... 都是一个奸人 那你说 那做政治不奸 那做政治一定要奸的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呢? 就是说 英国 我还在等你的台风战斗机 就是西方战斗 那... 那... Maverick Wong就说 司机真的... 尽得俄罗斯战斗战斗的真传 这个演技 真的可以由外去到内 再由... 来到外 哈哈哈 这个什么? 史坦尼夫斯基 哈哈哈 史坦尼... 拉夫斯基 哈哈哈 演员的自我修养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些当然不知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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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啊 这个究竟有没有拜老狗叫他说 那... 说真的 如果真的中国 就是纯粹站在俄罗斯那边 摆明去支持俄罗斯的话 其实 真的有可能会打到很大的 这场仗 就是... 不过中国其实真的没有站在俄罗斯那边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 中国是有十二点的... 就是... 解决... 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建议 立场 说了的了 根本就没有支持俄罗斯去... 去打... 这个... 乌克兰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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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非洲 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就不要袖手旁观了 就... 支持我们乌克兰 那... 但是... 非洲国家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拉丁美洲国家 不是真的会支持... 就是... 乌克兰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支持乌克兰的 主要就是西方 西方在... 非洲和拉丁美洲呢 都是有原罪的 因为殖民主义呢 就杀普拉多人 这个是现实来的 那你说 你还说ền丁美洲是不是 那些说明 empir 那些原住民就是杀了 那... 但是... 拉丁美洲之后呢 就是... 日后呢 美国佬而真的罵得很严重 其实就是... 你也要留意下 很多这就是这个情况 美国呢 还要支持宁之主 学会和民主 dark 美國人做壞事我們就說美國人做壞事 不用加嚴加噪的 好了 畢士達說有報道說美國和歐盟拒絕了中國的和平方案 索爾之一早已經出來說了 說中國不是合適的調停對象 真的不是開玩笑,真是這麼說的 我記得那個名字,我也不記得 我第一次說那個斯坦尼拉夫司機,我也說錯了他的名字 不要緊,好像漏了一個不知夫還是拉 這些名字太長了,都記不到了 好了,大概記不得準的 烏克蘭當然現在他們自己有很大的問題 他們的戰死人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就 他有叫西方給他多些武器 他怎麼說呢?他就說 如果烏克蘭,如果用現在這樣的節奏去打俄羅斯 佔了烏克蘭的地方的話 扎蓮斯基就沒有辦法保證會贏 之後我們就會失去更多的士兵 我們就會失去士氣 我們國內的人 都不會這麼支持這場戰爭 如果明年 和現在處於一樣的位置 那 就是一場悲劇了 這個是他自己的習年斯基說的 那 烏克蘭的,他們現在死了很多人 在巴哈木特那裏他們死了很多人 俄羅斯也死了很多人 根據 媒體和推特那些找到的資料 都是 他們兩邊都是死了很多人 那 但是 查連斯基說了一件事 是很明確的 就是在俄羅斯從烏克蘭領土上撤軍之前 烏克蘭是不會跟俄羅斯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的 還有,每個人都看到現在俄羅斯在殺人和折磨人 他們甚至沒有意圖隱藏他們的攻擊 現在還在說核問題 如果你看到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認為烏克蘭人可不可以坐在那裏和俄羅斯人談判呢? 是不是? 扎連斯基厲害了 他說 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的生活的權利 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離開我們的領土 撤退 停止殺害平民 停止凶襲 停止殺害 貓貓狗狗和其他動物 只要你停止這些事情 我們才會告訴你 即是 外交 怎樣可以談判 處理現在的問題 那扎連斯基呢 他在那裏做新聞發佈會呢 厲害了 他在這個幾乎的州際酒店 的地下室 他下面有一個多功能廳 那些記者去到的時候就要守身 還有呢 有很多保鏢 都在這裏 但是現在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克里姆林公控制的那些暗殺小組呢 就應該 就殺不了 這個 扎連斯基的了 那他 最初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很輕鬆 那他回答記者的問題呢 就用了三種語言 烏克蘭話 俄羅斯話 和英文 還有 他也多謝了一些盟友的 這個呢 多謝了瑞典 提供坦克 多謝了澳洲提供裝甲車 那還有呢 還有一個阿塞拜疆的記者呢 就跟他Selfie 他 都覺得沒問題 那好了 現在 你覺得這場仗是不是會很快結束呢 我又告訴你 這次 如果西方 就是繼續提供武器呢 這場仗其實真的有很久打 有些人就說不是啊 可以很快解決 西方的問題呢 就是他永遠都沒有提供 足夠的武器給烏克蘭的 那烏克蘭人 他看不看到這一點 其實他是看到的 所以扎連斯基呢 他才不斷施壓的 就說西方你快點給我多一點武器 如果你不給我多一點武器呢 我就收得起了 其實就是 那 但是當然啦 就是 烏克蘭他們是不是真的有死很多人 就是布查那裡其實真的死很多人 那你說什麼人做 那俄羅斯就說是烏克蘭那些人做啦 那烏克蘭方面就說俄羅斯做啦 那這件事情要查 那但是 會不會烏克蘭自己殺了一大堆人 然後屈落俄羅斯呢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就很低的 那 俄羅斯他殺人那有沒有證據呢 老實說西方媒體就 放了一些訊息出來 就說他們訪問了一些 有參加 這個 侵污戰爭的俄軍 那 他們 是有 文字紀錄的 也有錄音的 但是當然 如果不懂俄文的話 你有錄音也不知道那些 就是 內容是真還是假 但是文字紀錄呢 就是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講俄羅斯的軍隊 就是有去搶東西的 那你說這些 是不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也說了 就是打仗其實 到最後那些士兵 都是會走去搶別人的東西的 所以 你不打仗當然是最好 你一打仗其實就很麻煩的 就是從來都是的 我經常都說 好了 薇斯央就說西方想俄羅斯真正出行 但是普京就沒有重計 其實普京都重重計的了 普京說真的 如果他不是出兵的話 其實他 那個 可以做的事情是多很多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他一出兵的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就 很麻煩 好吧 Danny Charles就說 澤連司機會不會正在 在這裡不停地幫助西方 減除 全艙中的舊武器 其實西方的舊武器 差不多用得七七八八的了 現在已經是 說真的 他們都是拿一些新武器去搞的 那麼 那麼 《毅民香港》就說 俄羅斯殺人和烏克蘭殺人有什麼分別 都是衝俄語 同種同樣換件衣服就可以了 我就這麼說 就是 有些事情 我就覺得你不可能說 全部都是烏克蘭人殺自己人的 這個 本身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件事本身 如果你說布殘那些是烏克蘭人做的 這個 就是沒有辦法 令人信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布殘那裡是有CCTV的 就是它有部分的東西是有視頻的 那你說 那些視頻是造假屈俄羅斯的 我就說很難相信 我也要說 我是很難相信的 那麼 Happy Wonder就說 相信打仗的時間 奸淫努略 每樣的事情都做齊了 我不會偏幫 俄羅斯也不會偏幫烏克蘭的 其實雙方他們都有做很殘忍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有視頻去證明的 就是烏克蘭人對待戰夫也是很殘忍的 這個也是有視頻的 這些我們也說過 所以雙方其實都是 就是殺紅了眼的了 其實就是 你說雙方是不是也有戰爭罪行 我認為他們也是有的 就是這些事情如果大家真的要認真去查的 可以 找到 雙方都是有戰爭罪行 雙方都是有做一些 就是 不適合的事 那麼 還有 就是 有些人 是出來說話的 那麼 市長 就有出來說 那麼這個 市長呢 就在 就是在伊爾平的地方 那麼他 怎麼說呢 他就說他 打這場仗的時候 他就 留在他自己的 主管的鎮上 就是他是市長來的 這個伊爾平的地方 他留在這裡 那麼 他就四位走 那麼四位走就沒那麼容易被俄羅斯人俘虜 那麼他 有些時間他會做什麼呢 他呢 就會穿防彈衣和 穿頭盔 拍視頻 那麼有一次呢 俄羅斯人就弄了一個 手機訊息給他 叫他 就投降 如果你不投降就殺了你 那麼他就回覆他就說 你們這些人呢 就是 被人殺之前都不要來搞我了 就是這樣 那麼他說他不害怕的 這個是Urpen這個地方 那麼他當然現在沒事了 現在他也 就是出現了 在一個紀念陣亡 壯士的 墓地那裏 那麼他也有個儀式的 就是紀念日的時候也搞了一個 那麼 現在你說烏克蘭 那麼他 還有沒有鬥志 就是有些人就說烏克蘭沒有什麼鬥志 前線的我想 鬥志是減弱了是真的 但是後方他們 他們現在還是覺得是應該跟俄羅斯 繼續打下去 其實就是 你說現在 就是可不可以 很快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現在又回到這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有些網友就說 覺得很快可以解決到的 就是今年之內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麼你就要想一下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俄羅斯很快打殘烏克蘭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俄羅斯 很快被烏克蘭打殘 那麼我就跟大家說 這兩樣東西的可能性 其實都是比較低的 就是 那個比較高的可能性 就是這個膠著狀態 是持續多幾年 那麼到最後 就磨到 烏克蘭人都沒有鬥志為止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 汪奴就是仇恨的種子 一仲在深田 人的行為 就變得很殘忍和麻木 即是 FCM就說 美軍向伊拉克阿富汗都殺了不少平民 沒有守美根 其實又不是 就是 如果你說 美軍在 伊拉克阿富汗 濫殺平民的東西 有沒有守美根 其實他們 是有守美根 他們的盟友都有守美根 你不要以為 他們的盟友沒有守美根 澳洲在 阿富汗那裏 就是他們軍隊殺了人 他們現在 濫殺平民的軍人 都有守美根 你不要以為 沒有守美根 其實 他起碼都會找一些人出來 就要認了責任 其實就是 那 講到這裏 就 算了 今年 所以我 都是這樣看的 都是不好的 習年斯基他有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呢 就是西方通脹又那麼厲害 那些 其實根本上都是因為 就是 那些 其實大家都想 快快快快解決了這件事 就是 習年斯基他 就用這件事 向西方政府的施壓 就說你們都通脹得很厲害 經濟又不好 能源又貴 這些全部都是 因為 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那麼 你快快去給我武器 你就盡快減輕你的痛苦 就是現在 烏克蘭也有講這些話 但是 就是 西方 現在 就是 不同派別的政棍 他們有不同的見解 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統一的意志 就是把大量先進的武器 就給烏克蘭 他們都不想這樣做 因為 給了烏克蘭之後 如果烏克蘭 輸了 然後被俄羅斯拿了那些武器 那你會怎樣 其實有些事情根本 到現在都是解決不了的 好了 未來 五年世界環境 相信不好 拖得車說 其實 我暫時就說肯定的 就是 未來兩三年都肯定不好 如果你說 很好那些 我老實說是浪費的 是浪費 收機輪說 西方不讓武器立刻停 但是如果西方不讓武器立刻停的話 我就告訴你 西方就沒有了公信力 為什麼說西方沒有了公信力呢? 俄羅斯就用了一個 方法 二戰之後都沒有人敢做的方法 就是去打人 改變 這個領土的邊境 沒有人敢做這些事情 在二戰之後 你留意一下 有沒有一個大國試過 純粹用自己的武力去改變邊境的現狀 其實二戰之後是沒有的 你留意一下 不會隨便去打人的 二戰之後是 俄羅斯呢 就是第一個國家這樣做 還有呢 他打的就是 烏克蘭 其實 你留意一下 那些前蘇聯的 共和國 沒有一個承認 克里米亞 是屬於俄羅斯的 就是從2014年開始 你已經知道 沒有一個 那些 就是 國家是站在 前蘇聯的國家是站在俄羅斯那邊的 你看哈薩克斯坦那些 根本就完全不會站在俄羅斯那邊 所以如果去到派兵的時候 那些哈薩克斯坦那些會不會 派兵支持俄軍去打烏克蘭 他們一定不會的 你留意一下就會知道 那好吧 L Luna 就說 有什麼可能贏 俄羅斯有核武 烏克蘭真的贏的話 就等於逼俄羅斯出核武 其實西方就是賭一件東西 就是賭俄羅斯 他不會出核武 其實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啦 這個很難搞就是這樣的 算了 明天早上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